大家好,歡迎收看東呼即營 唉 仙滴,你為何在喊聲嘆氣? 節尾,我最近看了電影,裏面有一句對白說道 人老了,就是包袱 我聽完都不禁有一些不舒服 擔心自己將來對社會來說是否包袱呢? 嘩,仙滴,你這麼早想到將來會不會過份擔憂了? 但說說,香港人口高齡化越來越嚴重 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 截至今年年中,本港總人口中有21.9% 是超過65歲或以上的長者 即是,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人家? 港府今年8月曾表示,本港未來人口預期持續高齡化 長者人口推算在25年間,將增加接近一倍 2046年,估計每三個人就有一個是長者? 除了人口高齡化問題 其實本港以老護老都越來越普遍 過去半年就有近10宗 懷疑涉及照顧者倫常慘劇 有機構早前公布最新調查 發現超過4成護老者需要獨力照顧長者 有人需要每天照顧老伴8小時 如何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和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值得我們關注? 據我所知,香港科技員公司 一直落力打造長者及年齡有善的智慧城市 今年連續結辦第七屆 樂齡科技博覽企高峰會 我們團隊都有去現場,看看最新科技和產品 究竟怎樣可以幫助老友的居家安佬安享晚年呢? 事不宜遲,東呼! 樂齡科技職營 面對人口老化及殘疾人士復康需要的挑戰 近年不少公司都積極研發樂齡科技的產品和科額 為了幫一群長者及有需要人士解決生活易難 到底他們有什麼發布幫到大家呢? 東呼即應即和大家了解一下 今年樂齡科技博覽在上個月圓滿結束 不少人到場進正試玩 大家有沒有想過樂齡科技可以湧入遊戲中 老少咸耳的同時又可以增進關係呢? 其實主要是幫助長者認知訓練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長者對傳統認知訓練不感興趣 所以我們希望利用遊戲去幫助他們 例如他們會玩什麼呢? 打麻雀、寫書法 希望透過他們玩的時候就做訓練 老友記認知訓練系統遊戲包羅萬有 將科技融入生活和運動 就讓我表現一下 透過他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有些治療師 或者社工同事可以監察到他的訓練進度 或者看到他會不會有推步的趨勢 即時可以有得跟進 特別是長者參與過程的時候 也有多了社交 我們有一個智能台 可以大家互動的形式去打麻雀 玩不同的遊戲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 同時幫助他們做些預防認知障礙症 除了可以玩遊戲 還可以預防腦退化 甚至可以增進與家人的關係 看看我和婆婆玩得多開心就知道 在過去三年疫情 不少獨居長者需要獨力照顧自己 不少公司開始重視遠距離診症的科技 G-Man公司所研發的智慧診所 就是其中之一了 除了可以看醫生 病人還可以透過自衛診所自行做檢查 方便有需要長期覆診的患者 診所還可以提醒病人 食藥、量血壓、測血糖等等 食藥、量血壓、測血糖等等 幫大家減低患病 食藥、病的風險 樂齡科技除了可以幫到安老院等機構 非老人家居家安老 在家做體驗、看醫生 連伏匡人士都可以居家伏匡 見到這麼多為人設想的科技 不知道到場的觀眾又如何想 見到這裡都有很多遊戲 會不會覺得遊戲都可以幫助 好玩啊 好玩啊 我們剛才玩了 幫到記憶 當分分便 會不會覺得這些科技 其實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方便 應該方便的 最深默的就是 視網錄影了之後 可以知道有什麼病 又不止科創公司 都希望透過樂齡科技 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其實在研發的過程中 都遇到不少難題 就好像老友的 因為背音語言 自衛診所 就因為數據私隱問題 而遇上了制 作為一間初創局企業 例如可能一開始 我們的資金 又或者請人 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但這個其實很感謝科學員 科學員都有很多的資助 還有一些支援 讓我們的產品去推廣到市場上 更加多人認識 更加幫到更加多的長者 家有一腦 餘有一補 隨著年齡增長 我們生活質素 難免會受到影響 但想不到 已經有這麼多創新科技 和產品 開始逐步走入我們的生活之中 很多人都說 年紀大 機器壞 隨著樂齡科技的發展 老友技都可以自得其樂 在科技員的幫助下 醫護、安老院的工作人員 都可以受惠 院舍的長者 可以體驗科技產品帶來的方便 科技員公司透過一系列 創科培育及加速計劃 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實驗室、辦公空間、 投資網絡、專家指導等等 在充分的支援下 就有園區公司成功研發出一些科技產品 針對長者的行動和飲食而設計 以減少或監測長者在家裏跌倒 或者進食時出現意外的情況 政府在房屋醫療的問題多嘞嘞 在香港居住的長者 不少因為自身疾病而煩惱 輪口安老院射更是等到頸都長 假如樂齡科技盡快普及 在減輕照顧者負擔的同時 又可以監測住病人的情況 提前辨識患病的危機和風險 相信這些創新科技和產品 可以提升老友技的生活質素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新訴 記得電郵或致電我們爆料熱線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 東呼即應 拜拜 拜拜 有什麼新訴就找東呼即應 他們會即刻回應 有什麼新訴就找東呼即應 東呼即應 一定即刻認 有什麼新訴就找東呼即應即刻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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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